口为心之门户,所谓并从口入或从口出,一言行邦,一言丧邦,古往今来,无数英雄豪杰就因为一句话没说好,便生死足灭为天下孝,由此可见,说话的艺术何等重要,早在两千年前便有奇人鬼谷子专门教人如何守思门户。 这千年下来,中国的先人们总结经验发现,日常生活中三种话不离口的人,基本上都会命途多舛。 到底是哪三种话,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玄机呢?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。 诉苦的话,正所谓人生在世。 不如意者是有八九,而遇到不如意的是,有些人选择藏在心里设法解决,有些人却不思反省,满世界抱怨命运的不公,生活的不堪,事实证明。 这种做法,除了宣泄一下情绪外,对你没有任何好处,反而会一害无穷。 因为人间的悲喜并不相同,世上没有人能够跟你一样感同身受,你的痛苦人家压根不在乎,如此一来你的诉苦在别人的眼里只是谈资和笑料罢了。 甚至有的时候,所交非人还会给自己招来灾祸。 三国时期诸葛亮去世后,当时大家公认,最有希望接诸葛亮班的并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姜美。 而是一个叫做杨怡的人,熟读三国的朋友们都知道,诸葛亮去世后,军中大将魏严拒不受命,试图抢班夺权,最后杀掉魏严的就是这个杨怡。 由于这次的功劳,杨怡在蜀国政坛风头一时无两, 他满心欢喜地认为蜀国下一任丞相非自己莫属,可最后后主刘善并没有让他接过诸葛亮的班,反而把相位交给了另外一个叫做蒋婉的人,杨怡心里苦呀。 他满世界地抱怨朝廷赏发布公,大家见他风言风语,对他避之唯恐不及,杨怡心里就更苦了。 这时只有一个叫做费衣的人主动上门听他倾诉。 天真的杨怡便把内心的苦闷一股脑地道了出来,当初丞相死了,要不是我杀了魏严,这天下姓什么还说不准呢? 早知道如此,我当初便如何如何。 杨怡做梦都没想到,被他视为挚爱亲朋,手足兄弟的费衣,在听完他的诉苦后,转头就把他给卖了。 杨怡因此被贬到老少边穷地区,欲语而终。 由此可见,随意对人诉苦,无异于受禀于人。 孔子曾经说过,贤者乐而知其道,不贤者哀而不知其命,这句话的意思是,有智慧的人会乐于接受命运的安排。 而不智慧的人则会哀叹自己的命运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诉苦其实是一种消极的情绪,容易让人陷入无尽的烦恼和痛苦之中。 古代典型的例子还有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。 贾宝玉从小生活在荣华富贵之中,却对世俗生活毫无兴趣,终日哀叹自己的命运。 他看不清自己的处境,一味地沉浸在痛苦之中,最终导致了悲剧的结局。 贾宝玉的故事告诉我们,诉苦并不能改变命运,反而会让我们更加沉沦。 总爱背后说人闲话的人,正所谓谁人背后不说人。 谁人背后无人说,生活中谁都无可避免地在背后说别人的闲话,但是这种事情偶尔为之便可。 千万不要让说闲话成为你的一种习惯,因为一旦你喜欢说人闲话,那你一定会自觉不自觉地去挑拨是非。 一旦挑拨是非,就一定会引发纷争,一旦引发纷争,就会给自己带来灾祸。 当你周边的人都知道你爱说闲话之后,那他们就一定会对你警惕起来。 静而远之,试想一下,一个被群体所孤立的人,他的人生又能好到哪里去呢? 要是仅仅被孤立,那也就罢了。 谁让我爱说闲话呢? 可要是管不住自己那张嘴,得罪了你惹不起的人,这后果就不是你所能承受的了。 在西汉汉文帝时期,就有这么一个反面教材,汉文帝有一个亲近的宦官,叫做赵同,那个赵公公啊,没别的爱好,就是喜欢在背后嚼舌根,尤其是皇帝耳边嚼别人的舌根。 其他人在皇帝身边嚼舌根,那都是出于政治目的,要坑害别人,可赵同不一样,他完全就是属于个人爱好,大汉朝满朝文武,没有谁能逃得过赵公公的谗言,可碍于他是皇帝身边的亲信宦官。 打狗还要看主人,大家也就没有轻易动他,可常在路边走,哪有不失邪? 有一天,他终于找到了不该惹的人,此人的名字叫元昂,是大汉政坛的交际花,人脉关系非常活络,尚指皇帝。 太后,夏至地方百姓都对他好评如潮,连皇帝最宠爱的慎夫人,他都敢当面怒对,对完之后,慎夫人还派人送了他五十斤,表示他对得好。 有一次,赵童不知死活,居然在皇帝的背后说起他的坏话,元昂知道后,当即就准备给他来一个深刻的教训,平时汉文帝坐车的时候,都喜欢拉上心肝小宝贝赵公公一起陪同。 有一次,赵童如往常一样陪车的时候,元昂直接冲下去,一把把他从车上拉下来,掀翻在地,你这什么玩意儿,有资格跟皇帝同乘一辆车吗? 这不符合礼法,以前被他欺负过的大臣也纷纷落井下石,表示认同,汉文帝迫于无奈之下,永久取消了他的陪车资格。 由于这次在大庭广众之下颜面扫尽,赵童日后更加卖力地说百官和元昂的坏话,可这正中元昂吓怀。 因为汉文帝认为他这是在挟似报复,再也不相信他了。 在背后吐槽别人的糗事和缺点,搬弄是非,说人坏话,是我们日常生活经常碰到的情况。 庄子,道直中说,摇唇骨舌,善生是非,原李寿卿在《五元吹消》第一折中写道, 他在平宫面前搬弄我许多是非,可见背后搬弄是非的现象,古今皆有。 明知背后说人坏话不对,为何仍然乐此不疲,从心理学上分析来看。 背后嚼嚼舌吐吐槽之所以会带来种种快感,正是源于人性的原罪。 气人的话,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满。 恶语伤人六月冬啊,人在生气的时候,也是理智降到最低的时候, 说出的话往往不经过大脑思考,如同一把刀子一样扎在别人的身上, 等到后悔之时,恶劣的影响已经造成,再也难以挽回。 这方面的反面典型,没有谁比明朝的方孝儒更值得借鉴的。 竟然知意后,朱棣要方孝儒写登基诏书,表示只要方孝儒愿意写,既往不救,一切好说,不写,诸九足。 但是方孝儒嘴硬,表示老夫头可断写可留,诏书不能写,这本来倒没有什么,你是忠臣嘛,为了自己的理想。 让自己的家人陪着殉葬,那倒也无可厚非,可方孝儒偏偏就是要嘴炮,说你诸我十足又如何。 结果朱棣也是个暴脾气的,好,成全你就诸你十足,就是因为他这么一句气话, 导致那些平日里与他交好的学生朋友全都受到了牵连,你说你一个人死也就算了, 为什么非要拉着别人一起呢?所以说,以后说话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脑子,否则害人害己,追悔莫及啊。 孔子曾说,君子之道,废而难,乱而丧其所为,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修身养性的道路。 虽然艰难,但却是值得的,而那些弃人的话,往往会让人失去理智,导致行为失控。 不要随便说诉苦的话,背后说人闲话和气人的话,我们应该学习古代典型的例子,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命运的安排,言于律己,宽以待人,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顺。 命运是公平的,它不仅给予我们考验,也给予我们机会。 那些所谓的命苦之人,往往只是对待命运方式不当的产物。 如果我们一味地抱怨和逃避,那我们永远无法摆脱困境,只有勇敢地面对现实。 用心去发现机会,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命运改变。 不要轻易说出那些我就是个命苦的人和我命不好的话, 因为这样的话,不仅会束缚住你的思维,更可能成为你不愿尝试的借口。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,只要敢于迎接挑战,找到机会, 我们就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 不要再抱怨命运对你不公平了,从现在起,用行动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吧。 相信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,相信你的努力一定会得到回报。 让那三句话不再挂在你的嘴边,而是成为过去。 迎接命运的挑战,才能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。 我们下期见。